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了 直接概括为你是一坨答碑吧 不过恶人也自有恶人魔啊 今天我们就来用恶人的方式来狩猎他 上来先打一发飞翔龙剑 造成一发无视肉质的爆炸伤害 然后再戳一发就可以来到头前了 小看两刀 轻松过后 好 蹭到一发巧机和一个B机 然后准备机 哦哦哦 游戏正式开始 怎么我们JF的技能里面有这么多的机子啊 好 经过这样一套流程呢 他肉质刚刚变好的一瞬间就正好麻痹了 不会浪费我们第一次麻痹的这个机会啊 赶紧架起来 机 可惜二连拱地有时候会机不到 最好往他头上有判定的地方再机 好 赶紧架了 机 哦哦哦 注意这是一个二连拱 再润一下一个拱 大家就会发现啊 本次我们携带的是麻痹和气巧机B机灵解斩斩 我们就把它简称为麻和机吧 麻和机斩斩 在我们的B机之下呢 很快就麻痹了两次了 贡献了几千输出了 好 准备 击掉一个铁扇扣 润掉一个顺发龙车 润掉一个火球 这是一个连段啊 我们利用和气就可以处理这样一个肮脏的连段了 好 注意这是一个二连拱 润 润掉之后马上把GP架起来 击 哦哦哦 非常的爽 打出伤害的同时也没有被拱到 可恶啊 又出了一个铁扇扣 浪费时间 给他击出一个后摇 哎 这次没有浪费时间了 再架起来 击 哦哦哦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打这个鸡茶狼的打法 基本上啊 就是要时刻的一点刀都不能摊 处理完招式之后 立刻再把GP架起来 唯一能摊到的两招呢 也就是二连拱 以及这种大拖地的招式了 非常的无趣啊 好 大招来了 我们可以小蹭两刀 甚至有机会打小回环 只不过现在没能量 润 使用合气 润掉他的大爆炸 合气之后的后续回避 甚至还能蹭到巧机和B机 非常的爽 下来之后开始打装 不要忘了利用我们B机的12秒 必定累积时间啊 立刻打出第三次麻痹 然后先打一个链掌 再打一个小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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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出了成盾的输出机 非常的爽 终于打出操龙了 其实在麻痹之下呢 这样一套流程 还是非常容易达成的 他的血量也已经不多了 我们一发飞向龙剑开刹 那么趁着操龙的时候呢 我们来说一句题外话吧 其实这怪我打了整整三天 其中比这一把打得更快的局 屡屡结实 虽然并没有快多少吧 然后我回头整理了一下发现 打得比这把快的局 处理其实比这把更差 为什么快呢 仅仅是因为击察龙 少出了一点份招 仅此而已 你打这只怪 本质上就是在不停的 凹你GP的运气罢了 打了几天 我的脑子里已经全部都是GG 要不对丁丁的声音了 那么这个击察龙被捆住的时候呢 会时不时的飞天 比较的麻烦 我们等他投来 击 哦哦哦 非常的爽 刚才但凡你对他动了一点蹭影之心 你就来不及GP他的招式了 所以这怪啊 你也不要想着靠什么走地 可以很好的处理了 你击他 击他就完了呀 又是个铁商口 哎呀 刚刚我应该接凌姐的 他的血量已经是风中残竹了 好吧 无所谓了 接下来我最后一发 零击力属性 解放突刺 差点死了 结束战斗 今天的我好快呢 三分多 最近打这个怪异化 最近都要五分多 真是太累了 今天好歹算是休闲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配装 本次的配装呢 就是一套有点针对 鸡茶龙的麻痹套装 大家自己看一下技能吧 我们用了和气的同时呢 还需要用巧机来蹭他的伤害 否则这个 麻痹斩斧伤害确实有点低了 练化是 三机强 一风绕 一夜凯 好 那么各位我们下期再见了 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